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在家里给你们拍一个球鞋的开箱视频 那么在正式进入开箱视频之前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动一动你们的手 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最最关键的是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那么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球鞋的开箱 那么这双鞋子还是来源于我们 阿迪达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渠道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鞋标 还是像上次一样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鞋标 它都是拿UK的码来标的 那么一般来说呢 椰子700呢 我会选择跟椰子350同样的尺码 都是选择我们美国的9码 欧码的42码半 那么这个中国的鞋标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8.5的UK 那么鞋盒打开 还是呢一如既往的一个油油的秤子 那么今天的这双呢 我个人觉得是一双我会很喜欢的配色 那么这双鞋子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我 最近一直在为大家做的 这个11月份12月份都有什么鞋子发售 那么其实呢 这双鞋子当时是我有讲到过的 我个人当时看到网路上流传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双鞋子非常的好看 那么没有办法 现在椰子700好像是给我感觉 好像是全面倒闭的状态 包括昨天我跑到了一家 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面的一家 很大的Adidas的一家店 那么我也去问了一下 我说你们这边这个鞋子是怎么抽的 他就跟我说 那么你要去那个APP上面抽这个鞋子 那我说都是哪些鞋款要抽 他说呢你要看上面的公告 但多数的情况下呢 都是350需要抽签 700呢就是随到随买 那么可想而知啊 有可能现在大家就真的觉得 椰子700是一个全面倒闭的状态 那我个人呢不得不讲 那么这个鞋子在中国市场全面倒闭呢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它的定价就出现了问题啊 这个鞋子在中国官网上发售的价格是 2599人民币啊 那如果我当时没有记错的话 椰子这个700的鞋子在新西兰当时的发售价是450块钱牛币啊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其实中间的差价会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家不愿意用原价去买这个鞋子 因为同样的我通过海外的渠道或者海淘或者代购去买到这个鞋子啊 加上国际运费发回中国都会比中国便宜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椰子700在中国全线倒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 那么700这个鞋子呢 我其实之前也给大家做过很多期啊 我个人觉得呢 它的脚感的确没有350来的好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穿着脚感挺舒适的一个鞋子啊 那么再加上最近几年 像这样子比较大的 比较这种啊 chunky的这种老爹鞋的这种啊 越来越流行 其实我一直觉得700还是一双挺不错的鞋子啊 但是非常遗憾一个这么好的鞋子居然有一个很不好的倒闭趋势啊 那么好 这个鞋子的部分呢 讲了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我们现在呢 回到这个鞋子的颜色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子的颜色其实非常的丰富啊 那么鞋头的部分呢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这种sway的面料啊 这边呢是灰色的啊 灰色的 然后它整个中底呢 也是这种淡淡的浅灰色的这样子啊 一个中底啊 所以它整个鞋子 其实我觉得颜色是偏向暗色系的啊 那么这最经典的这个旁边这个两条 两点啊 这个两点它用的是橘色啊 就非常的亮眼 因为它外面的颜色比较比较深一点嘛 然后加上这两条就会非常非常的亮眼啊 然后这个呢 版本呢 是它最早的这个一代的版本啊 就是啊 700的V1啊 V1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里面呢 会有三条隐藏着Adidas的三条 灯光打上去的时候呢 这三条是会3M反光的啊 然后呢 我要说到最让我比较吸引我的呢 是它这个鞋带的设置啊 鞋带的设计 其实啊 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个视频 椰子350那双 绿色的那双 大家也会看到 我其实也有提到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他们配的鞋带都很啊 很就是说很搭这个鞋子啊 那么这双鞋子也是同样的 这个鞋带呢 它也是这种淡淡的啊 这种天蓝色 我看一下它这个蓝叫什么 非常厉害 叫无眠蓝啊 那这个颜色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非常好看 包括它整个的鞋舌啊 然后它整个的鞋衬啊 内内里包括它里面的鞋垫 都是这个它所说的无眠蓝色啊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蓝色 搭在这个整个鞋子上面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看的啊 那么这个旁边其实是 呃 它是说叫二度灰啊 那么还有一个蓝是叫嘉蓝 那我现在不知道是这个蓝叫嘉蓝 还是这个蓝叫无眠蓝啊 不anyway 我就觉得它这现在整双鞋子 给我的这种蓝色 搭上这种灰色 淡淡的灰色啊 我就觉得非常好看啊 并且呢底下这个啊 起到一个画容点睛的作用 就会让人家觉得 这双鞋子的颜色搭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鞋子 我们排开它倒闭啊 这些事情不说啊 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评价 这双鞋子的配色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双鞋子 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配色啊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整体比较深一点颜色的呢 其实还是比较好搭衣服的 你穿个稍微深一点的或者黑色的裤子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啊 我就觉得很好搭 其实我觉得这个鞋子啊 它倒闭了 或者现在放在官网上 没有人要 其实是让我挺意外的 但是anyway大家都看到了 我买了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鞋子 你们不喜欢 或者很多人觉得这个鞋子没有钱赚啊 或者觉得700都是倒闭款 无所谓 我很喜欢 我很高兴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很高兴 我安安心心的在官网上 鼠标点几下就能买到我喜欢的鞋子啊 所以呢 我还是在这边再一次的啊 在我的频道里面呼吁大家 不要因为这个鞋子贵而去买 不要因为这个鞋子很 很怎么说 很能很有炒作的空间啊 或者这个鞋子很有它的价值而去买 我就觉得你们应该买自己喜欢的鞋子啊 那么因为这个鞋子永远买不光的 你有可能今天觉得这个鞋子很好 很贵啊 我要去追 因为明天他还会发更贵的 他还会发更限量的 这个是没有永远没有尽头的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来 量力而行 如果你觉得嗯 这个价格2599 我愿意花这个钱 为这双鞋子买单 那你就买啊 那么不要因为要买一个鞋子 去省吃俭用 或者想尽一切办法去借钱 或者用一些这种贷款的这些东西去买啊 这个我不是很提倡 我就觉得啊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或者爸爸妈妈妈 他给你这些零花钱 你觉得啊 我可以承担得起买一个这样的鞋子啊 那合了而不为 那就去买啊 那么这双鞋子呢 呃 我个人觉得他的穿着脚感还是挺不错的 其实一代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椰子700的二代 我比较喜欢一代啊 所以说这个鞋子这个配色我就毫无犹豫的把它买下来了 那么这一双鞋子呢 也是最近刚发的 它好像是我拿到手应该有个三天了吧 那应该就是三天前发的啊 那么反正呢 官网上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抢到啊 反正好像到现在官网上都还有啊 然后呢 今天早上其实有发一个椰子350的一个新配色啊 那么在这边呢 我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点啊 这种小小的分享啊 其实今天早上我当时也会觉得 也是觉得那双椰子350的黑色啊 它好像叫新黑红配色吧啊 个人觉得会挺容易抢的 所以呢 我就很安心的坐在电脑面前去抢这个鞋子 然后一边呢 还在跟我朋友聊着天啊 我们还在说这个鞋子啊 应该挺容易抢的 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朋友呢 他在广东那边啊 他他也拿着手机啊 准备去抢一下 结果呢 真的就是上去选完尺码 然后那些就是防止机器人的那些东西弄完之后 就直接排队 就两三秒钟的时间 你就直接可以去买了 然后呢 当时我就很激动 就直接拍了一个照 发给我朋友 我说哎 果然很好买 我朋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也是截了个图发给我 哎 真的很好买 然后我们在想到要去付钱 才去点底下的那个生成订单 结果那个鞋子就没有了 所以呢 在这边呢 给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我废话讲这么多 一定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成功的点到了那个鞋 如果你成功的排队 跳到了那个结账界面的话 一定要记住 优先去点底下生成订单 如果你的订单不生成 你的这双鞋子会在短时间内 马上就被别人抢走 只有你在生成订单之后 它大概会给你十分钟的付款时间 你可以再去慢慢付款 可以再拍照 发给你朋友说 哎 我抢到鞋了 好开心啊 你再这样去做 因为我今天就付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就是晚了一步 先去拍照 跟朋友聊天 回过头去 再要去付钱的时候 那双鞋子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双鞋子呢 我理论上讲的 我没有在官网上买到 但是呢 这双鞋子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所以呢 这双鞋子我也是通过别的渠道 通过平台上买了一双 个人觉得价格也可以接受 所以说呢 等那双鞋子到了之后呢 也会给你们带来那双 S350新黑红配色的一个球鞋开箱啊 那么今天这双鞋子呢 就简单戴过一下 我知道有可能这种倒闭款 大家不是很喜欢看啊 那么好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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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